近日有電視節目播放何生何太的家事 令傳承蛙言 不少網民的著眼點都放在何太間公屋上 認為他是公屋婦戶 房屋處處長羅淑佩今天在商臺節目中表示 自己也有留意有關何生何太的報導 也有見到兩人被指是公屋婦戶的相關報導 他指可白有任何時候到現在都不是公屋住戶 對坊間有指何太已經加了他的戶籍 他指未有相關的紀錄 因此可白不應該在公屋住 因為他不是我的住戶 他又指何太入住公屋的時間並不長 也並非房署今次進行資產申報的對象 不過羅淑佩強調 如果當局從任何渠道得知 有人在大陸擁有資產的話 相會要求大陸相關單位提供資料 又指當局至今已經用上述的方式 回收了9個公屋單位 羅淑佩佑指並非要透露何生和何太的私隱 指他們在網上已經自行披露了很多信息 但如果處方不跟進這類高調的個案 社會也會覺得很不妥 所以一定會去做